张华县警察局2日在警察局六楼礼堂举行 谢新任局长交接典礼 由卓县长亲自立临主持布达命令 内政部警政署蔡主任秘书兼交 并邀请各位贵宾与会观礼 典礼庄严隆重 今天是我们张华县警察局 新卸任局长的交接典礼 我们知道张华县一直有优质的警政 我们在全国的治安评比大调查当中 张华县是双料冠军 就是不管含五都或是不含五都 我们都是全国第一名的治安优良的县市 我们期待新任的州局长就任以后 可以在历任局长所建立的优质警政的基础之下 继续提供服务贡献 让民众有感 在治安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的三大项目中 能够开创新局 再造高峰 再创更好的成绩 那也是一个成先起后既往开来 我相信在我们整个县府团队 与我们警察局 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一定可以提供我们乡亲民众 一个最优质的最安定的环境 让大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那我们为了感谢大家 对警政对县政的支持 我们在9月6号会有一个中秋感恩祈福的晚会 就在张华县力体育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卓县长感谢卸任官局长 于任内克进职责 对治安工作的付出 并期盼新任州局长 在既有坚实的基础上 领导全体警察同仁 持续为本县治安 维护工作贡献心力 此外内政部警政署 蔡主任秘书 也肯定两位谢新任局长能力 其职务历练也相当丰富 对于取等能荣升新职 表达诚挚的祝贺之意 公益频道许维珍 张华采访报道